请问什么样的男人最有魅力 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四中心两套 郊区还有几套 把男人比喻成一种水果 你觉得是什么 甘蔗 为什么 鲜甜 后渣 对于喝酒的女人 你怎么看 喝啤酒的女人朋友多 喝白酒的女人贵人多 喝红酒的女人 故事多 那喝白开水的女人呢 家务多 关于结婚证 你有什么看法 结婚证只能证明两个人合不合法 但是不能证明两个人合不合适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建议 结婚证也参加年减 一年12分 无缘无故发脾气扣3分 冷暴力扣6分 动手一次扣9分 有外议扣12分 直接吊销结婚证 请问你最喜欢吃什么 青菜 为什么 因为我买不起肉 请问在生活中有人说你丑吗 昨天还有一个人说我丑呢 我当时就哭了 很难过 心疼他 年纪轻轻 咋就瞎了呢 请问什么是垃圾老公 回家永远都很累 抱着手机就不睡 老婆一觉就嫌烦 朋友一觉就到位 朋友圈从来不发老婆的照片 老婆发的信息从来不关注 见搜搜的给别人点赞 还笑的满脸灿烂 请问你上完大学有什么感受 我用了一麻袋的钱去上大学 换了一麻袋的书 毕业后我用这些书换钱 却换不到一个麻袋 请问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有哪些区别 三十年前西红柿从里往外红 三十年后西红柿从外往里红 三十年前茅草屋也能娶上媳妇 三十年后有车有房也找不到女朋友 三十年前媳妇伺候婆婆 三十年后婆婆伺候媳妇 三十年前儿子养父母 三十年后父母养儿子 三十年前衣服很容易脏 但人很干净 三十年后衣服很干净 但人很容易脏 三十年前开荒种地 三十年后退根还林 三十年前一人养全家 三十年后全家养个王 三十年前吃不饱也要干 三十年后吃饱了没事干 三十年前穿坡衣服是穷 三十年后却花钱去买洞 三十年前为吃不饱发愁 三十年后却想帮设法只为了瘦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全国男人都撒过的一句谎是什么 我就抱抱你 啥也不干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为什么女生洗完澡后会觉得自己漂亮 因为老子进水了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